晚上就听他讲故事 每天晚上听他一个人说 说出故事 说了大家也不笑 不笑就再来 我想问了 如来 朱老您今年 您今年有 我今年已经是 七十多岁的人了 刚才大编讲了 这个也不是迷信 他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 凡是我们去合作 由我 这个假如来去的地方 都会有好运 在这个 湖北大旱的时候 有一次我到湖北去了 我走在黄岛的半路上 就倾盆大鱼 倾盆大鱼 他们说哎呀 这才得到一些环节 我在那住了几天以后 我走了以后呢 马上又是大晴天 马上就大晴天 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我才知道 给进来写这个 赚记的那个小伙子 那天到我那去采访我 采访完了 他过去老买彩票 这一天他采访完了去买彩票 一下就中奖了 中多少钱啊 一百 两块钱就赚了一百 你说这么激动 我以为赚了一百万呢 一百没有万 这是一个 再一个就是 现在我这也有有有有点 紧张了 有时候什么紧张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 西游记那个如来佛那个像啊 哎呀 那时候那个小相片就寄了一两千多 现在都请这个大如来 都有那个大的 现在我老婆 她在下边坐 她知道 你把您太太介绍一下 那是我太太 最漂亮 最有气质的那位阿姨 站起来让大家看看吧 漂亮吧 漂亮 不老演员出身 哎呦 看到两位老陈飞在这 看看两位老前辈当年的风采